刚才刚刚变好有两处错吧 一处是这个 我直接给扔个走错 然后走错的话 他认为不是我反射里边认识的东西 就给你报个不合理 所以呢 我仍然给他该传反射就传反射 就给反射的这个名字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刚才那个判断的事 这个判断 我刚才是先把这个零给扔后边了是吧 但是我前面都判断完了 再判断零他认为是不合理了 就是所以报个错 给他扔前面先判断是不是得零 对 然后如果得零了 再判断后边的这些东西 OK 然后这是刚才俩错 现在就反序列化是成了 咱们这个反序列化测试是这样写的 是这样写的 我先给读了一下文件的内容 然后这个文件呢 是咱们D盘INI文件 是吧 就是咱那配文件 那么读进来之后呢 我是不是给反到这个结构体上 那么反到结构体就用咱们那反射的方法 来把这多少数据给我反那结构体上 那么反过去之后呢 我给打印了一下这个config和它那个pot 然后这边都是成功了 对吧 然后反序列化成功呢 是在我那个代码里边去打的 刚才肯定那边打了一下 哪个 像这些打印我估计是前面那个代码里打的 我这样的话你看其实只打印个反序列化成功吧 只有这个成功 然后打印这些 然后前面这些呢是咱们刚才给加的那些print 其实这块我只是要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的话拿到了就是它的config 你看当时给反到这个serverconfig了 它外的总的是一个config吧 然后总的是一个config 总的config里边又有这个server的和这个mysicle的 然后mysicle里边呢又是各种字段 入它的min这都进去了吧 至于说它为什么能进去呢 一个是类型它给对上了 还有一个是根据那个tug给拿走了 然后就对上去了 哪个值 我看一眼啊 地盘 是8000 这个这个是吧 8000 但是上面是16锦纸 哪个 在码打印之类的 这个不是8000吗 左边的 左边 是EF90 你说这个呀 这个port 这个port打出个16锦纸 这个是 前面也就是说 这前面config的打印是不是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true它没问题 只不过那个 那个格式它给打出问题了 是吧 对 应该我上班那什么格式 我看一眼 model model 就u印它是吧 那你就再改变印它吧 其他地方应该是不用改吧 不用改 试一下 不是 代码里咱们是有印它的呀 对吧 咱们那是判断 可以了吧 因为我们写的本身就是一个灵活代码 它你给什么类型就是什么类型 那可能那个u印它 它对下摩人打的是那个16锦纸 你还如果u印它再想得这个印它 这会儿还得去处理是吧 单给弄出来再单处理了 这就不搞了 现在你知道它这个是可以的 好吧 好 这是咱们给它反序列化一下 然后这个序列化再写啊 序列化 序列化 我应该搞一些假数据 然后写出的一个文件是吧 对 那再写个方法 写个这个2吧 还是一会儿呢 写出到一个位置啊 fail name 写出到一个位置 然后在这里边去处理 首先呢 我得有一些假数据 有一些这个假数据 然后这个假数据呢 然后你再去给这个 这个咱们叫序列化 这就可以了啊 表面画一个 config 还是用这个config对象 现在我填假数据 是不是就是给它填数据啊 那也就是说 给这个config 这两个东西 分别填数据 是不 那先给个这个server吧 server 这个server的话 我应该给它俩分别去填下数据 比如说这个ip ip的话 咱们给个这个127.0.0.1 ip 然后第二个端口号 再给一个 嗯 tot tot 给一个端口号 有8000 哦 这int 8000 好了 然后这是给它设置一个值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fig 点 my circle 点 还有这么多呢 这么多我就不设置它 行吗 太多了 要不是得写这呢 就设置一个吧 行吗 就泡的吧 它等一个9000 行就设置一个值 其他的 它应该自动用摸认值吧 自动用摸认值啊 然后你想了 这个数据啊 现在它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它是一个对象 如果说 你想把一个对象写出 我是不是应该给它序列化成 这个byte切片呀 所以说我应该 给序列化 就用咱们刚才那个 marshan那个方法 直接写出到文件 写出到这个文件 然后并且把它序列化 是这么个事吧 我看这里边有没有 ある 有 然后我处理一下 嗯 return吧 OK 然后我给底下呢掉一下 咱们掉一个PERS2 然后我给写出 写出到一个地儿 地盘 我叫个my.ini my2吧 行 跑一个 哎不对 整包编译是吗 嗯 这个没什么打印 没什么打印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啊 嗯 my2 哎 没有呀 我看他可以高哪去了 嗯 等我跟这 不对 他也没报错呀 那我进去看一眼 哦 我刚才给改了个改了吧 这个我应该是添这儿是吧 嗯 这个就对了是吧 实际上已经运行了 对 已经有这文件了 给改个名了吧 刚才给改名了啊 啊 就对了啊 改名了 行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呃 我们给这块复制了9000 然后这些呢是四准的 它就空错了 然后这个是float 是零的一个默认值 然后这俩是有的 啊 OK了啊 第二个估计有打印的事了 啊 反正咱们这测试 现在这俩测试给他OK了 不过咱们刚才还有一个遗憾啊 这里边还有一个遗憾就是 就是刚才同学说 把我那堆处理R的给去掉 它确实没问题了 但是为啥有问题呢 我再打开一个啊 就这么欠是吧 再打开一个 就说你这个R不能跟上面的R出名是吧 我记着是可以的 我再试一下啊 就不行 这个跟面是没啥关系了 那我给改成R什么 哪个冒号啊 这个R2是新的 你刚才说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写R我就去掉冒号 但去掉冒号我那I咋用呀 这不行 那就得R 来再试一下啊 反正我看他一个掐教授 他就只要是满就一个是新的就可以 你看这个就行了 那对一个 那就得给他改成不同的名字 可能改成不同名这就可以了 把下边再写 下边那就再多写几个呗 那那下边我给解一个 再解一个那我下边这个 下边写一个A12 是 什么112 不是不是就是老师 那个A8有下半的 不是我想看一下这儿行不 就是俩都是A12 对 这个我感觉行 他就是说这个 你不能跟反辉值那名冲突是吧 对 那看来这块搞混了 再运行一下 这也行 刚才那问题就是我们底下这名 不能跟反辉值这名冲突是吧 对 现在运行的是什么呀 现在运行的是反序列化 这没关系的 就刚才你给这个改成A12 他反序列化也爆错的 你把它改成A12 改成A12 你现在运行肯定爆错 那就爆错了 那如果说我return的时候 把这A12给return了 还爆错吗 我感觉这个应该行吧 这个行吗 那是这么个道理啊 但是这个事啊 按照我想的是 我这儿写是Arrow的话 我这儿写Arrow 我认为是已经有着Arrow值了 他认为是新重建的Arrow 我理解了 就是说他认为呢 你要返回的是Arrow吧 对吧 我们要返回一个Arrow 然后呢 但是当我这儿来了个新的Arrow时 我是生命并复值 你注意是生命并复值 然后当我这么return的时候 其实他想return的是那个Arrow 但是发现这儿还有一个Arrow 就爆错了 但是如果我强硬的去指定 我返回的就是这个Arrow 他一看也行 就爆错了 我感觉把Arrow给删了 不是你删了 我Arrow没法用呀 他那个 他那个出家朋友 已经说过 他说只要有一个是新的 只要有一个是新值 只要是删了就行 不是 我这Arrow是新的呀 有一个是就值 就能使用等方 你说这样是吗 Arrow 不行呀 就是我这块还必须 Arrow等于 我如果把Arrow删了 Arrow用不了呢 对 反正这块问题 这个大概理解了 是吧 这问题呢 就是他跟那反馈之名 你必须这个给对上 要不你就强硬指定 这反为什么 他发现类型也对 也行 你如果这个 直接写个单个为他的话 你必须就不能跟人家冲突了 大概这个原因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这个圆满了 行了 这个大部分 我给你们打个包 先打个包的代码 视频下